游客站在草地上近距离和羊群互动 还能看绵羊秀好疗愈 一旁的高空景观步道有翠绿山景清新空气 这是清净农场的特色 日月潭游览车还有游艇 游客能一览湖光山色 来到知名游乐园 蓝天白云游客坐在草地上赏音相当惬意 而西头这里有日本风情的主题园区 诺住进小木屋还能大口呼吸分多金来一场森林浴 这些美景全都在南投 这次武汉疫情对观光业造成的影响 我们会希望说我们集结我们南投山区 亲近的业者一起来推出这个所谓的提升免疫力 住宿专案 武汉肺炎疫情让很多人都闷坏 南投观光业者喊出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空气口号 二八廉价吹出好成绩 县府在和旅宿业者合作 那代表是配合三月底 南投就进入每年一度的这个营火虫剧 激起的运用各种不同的宣传平台跟工具 来吸引消费者 现在县府严领借重直播主或YouTuber等网路平台 将招标找到适合人选 接力推赏花赏赢活动 希望能拯救疲弱的观光 三星我会派对我南投报导 三星我会派对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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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派对你